好,有請我們的林次長,還有青年署的羅書長,還有勞動部的這個沈組長。 沈組長。 是,好,謝謝主席喔。 在我開始我的質詢前,我還是要譴責一下我們的吳思華部長。 我的名字改差一例而已,但我非常遺憾。 我們在其他的委員會,我們都看到即便520要到,其他的部會首長,當一天和尚,撞一天中。 不管是不是撞一天好中,撞一天中,這是基本的。 今天我們來到教育文化委員會,吳思華部長是第二次放鳥國會。 今天本席要垂巡的,包括青年創意生活成的推動,這個自始至終是吳思華部長。 他從還沒有擔任教育部部長之前,是高教協會理事長之前的時候,就像馬英九總統提議的。 到現在他拍拍屁股要走人了,這個政策要交差了事。 我當然要問他啊,我們在講青年就業的問題,這麼嚴肅的一個問題。 部長拍拍屁股,找您來擋子彈。 我認為這都是一個非常不適格不適任的表現,我予以譴責。 我更要說,我們的克剛,剛許智傑委員有問過,其實我沒有看過一個即將卸任的部長,針對克剛這樣一個高度爭議的事件,居然還來了一劑回馬槍,把責任推給潘文中未來的准部長。 次長,你有看到媒體上,你們吳部長說,克剛的事,我來的時候定了,要問去問潘文中,那個時候他是國教院的副院長。 您知道部長有這樣的發言吧? 我在媒體上有看到,但是部長... 這樣的發言適當嗎?我想您也沒有辦法替他回答。 我從來沒有看過,好啦,過去有看過,部長或是首長,把責任推給前任的。 但我沒有看過,一個部長或首長是把責任推給下一任的。 我們的未來的准教長也只能夠公開的回擊說,吳部長你錯了,你完全不了解當時的狀況。 事實上潘文中,那個時候擔任國教院的副院長的時候,他認為整個程序不正義,代表不具,這個代表性,專業性也欠缺。 他自始自終就退出了那個課綱決定的這個過程。 道理要講清楚,這樣要算明白。 今天很遺憾,我也很抱歉,對您來做這樣子的一個指責。 但事實上,我覺得教育委會,我也跟主席建議,我們不能再容許我們的吳思華部長, 是用這樣子迴避的態度,在520之前,繼續的,對於自己任內的政策,不敢來面對。 來,我來看我的powerpoint。 還要浪費我三、四分鐘來譴責一下部長,來,我進入我今天的主題。 其實這個政策也不折不扣,我非常期待吳部長能夠回應。 我們都看到上週,在美國的Business Insider,這樣一個媒體裡頭,有一位UC Berkeley的學生, 他即將畢業,他公佈了,會整了一個,在美國的,這個,非常歡迎所有的應屆畢業生, 到公司來就職,的這樣的一個,薪資的一個名單。 真的,哇哦,我看的也是,瞠目結舌。 國外的實習薪水,真的是不可思議的優渥。 您看到這個新聞了嗎,次長? 我還沒有看到。 那我就跟您簡報一下。 就這位美國學生,他會整出來的,美國的各個, 當然這些都是非常熱門的科技公司。 像Snapchat這個公司,提供給準畢業生, 月薪1萬美元,相當於台幣32萬, 加上1500美元,相當於台幣48000的租屋補貼。 也就是一個月的月薪是32萬,再加上48000的租屋補貼。 Apple,月薪,折合台幣21萬。 租屋補貼3萬2。 Twitter,月薪27萬。 Facebook,月薪26萬。 真的是不可思議。 旺塵莫及。 當然,我們很難期待台灣能夠提供這樣的水平。 但是我們來看看。 今天你們這麼多部門,來報告。 高教司也來,記職司也來,國教署也來, 我們國際兩岸司,這些都跟青年就業的媒合都相關。 包括青發署。 你們都只講我們如何如何努力。 可是都沒有講到我們如何來提供學生一個未來的好的待遇。 下一頁。 所以看看國外想想我們自己。 台灣的實習薪水。 哇,一樣是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的低啊。 我想我不再論述。 但是這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我們往往認為, 教育部過去很多。 我是一個新科立委。 好,我是第一次來追尋這個議題。 但是我相信過去這是一個老問題。 當我們在面對在媒合學生進入職場去做實習也好。 或者是進入公部門, 青發署有推動一個見習生的這個計劃。 我們往往在放任縱容我們的孩子被剝削。 我們來看看國外是怎麼樣在對待青年學生的就業薪資。 盡可能的給予合理的。 或者是優渥的。 人才就要給好的機會。 可是想想我們自己。 非常遺憾。 可我沒有看到你們在報告當中。 就這個部分的努力。 去清楚的論述。 我們往往認為。 你們就是低階的年輕人。 增加人生閱歷開始吧。 薪資不是重點。 如果當我們在負責做為年輕人創造一個好的工作機會的教育部。 都存有這種心態。 而放任青年的勞動力被剝削。 我覺得那非常不可取。 下一頁。 我具體的來向青發署詢問。 我們提供的大專生公部門的劍息計劃。 劍息就是劍息。 這個劍是輕劍的劍。 這是要給人力。 我們都把人力當作免費的人力。 來下一頁。 這個劍息計劃我想政策是你們推動非常清楚。 95年事半96年到現在。 平均見習時數每個學生是100到200小時。 而這個都是提供給在校的學生到公部門去做實習。 沒有錯嗎? 來下一頁。 各部門都有中央機關102個試出的見習機會。 地方政府44個。 非常好。 越來越踴躍。 下一頁。 而同樣提供的這些實習學生的見習人次也逐年成長。 沒有說攀升。 代表你們在正視這件事情。 預計下年會有591名。 逐年成長很好。 我也要給你們鼓勵。 下一頁。 我具體去調閱了其實你們提供的見習機會。 給孩子的實質的學習跟成長很多。 你看這一個季同學。 他在國貿局的雙邊貿易組來見習。 這位學員非常的優秀。 他是政大外交系跟經濟系的雙主修。 他見習的內容也就是他平常負責的工作。 文件的中翻音。 搜集對東南亞進口的數據。 還有邀請中小企業赴印尼交流。 其實這不折不扣已經是個正職人員的工作的負擔。 非常專業很好。 你們願意給孩子這樣子的學習機會。 下一頁。 這一位古同學在法務部見習。 他同樣是德文系跟工型系的雙主修。 非常優秀。 他同樣也做一些司法互助案件的國外的文件的翻譯。 英文跟德文。 那另外負責一些圖書式的目錄的重建。 他的工作也不折不扣跟正職人員相當。 下一頁。 教育部你們自己提供。 好。 我剛剛講的就是。 這些都是非常正職。 就是說他本身的專業性是很高。 他不折不扣就是一個僱傭關係。 但是我們來看。 你們提供的見習機會裡頭。 教育部自己也釋出很多機會。 這是一個sample。 你們在國立科學公益博物館提供的。 要求這位學生來做。 觀眾研究及導覽解說。 但是。 下方寫著。 不提供見習津貼。 下一頁。 文化部文資局提供的。 請這位學生來協助辦理水下考古的展覽。 還有文化資產的講堂。 國際研討會。 非常專業的工作。 也不提供見習津貼。 下一頁。 法務部一樣不提供見習津貼。 下一頁。 地方政府有樣學樣。 把學生當作免費勞力來剝削。 不提供見習津貼。 下一頁。 很多的法令解釋。 見習生就是適用勞基法64條。 勞基法65條也規範。 勞動契約當事人的勞工具有下列四項特徵。 而這四項特徵完完全全見習生都符合。 你們都應該提供生活津貼。 可是你們沒有。 我們在看法律的判決。 很清楚。 有一個判例也非常清楚的說。 見習生教育部應該提供津貼。 我現在在說的。 我已經不是說。 你們沒和孩子到私部門去工作。 為他爭取。 一些實習上應該有的薪資。 我現在在想。 你們自己公部門提供的見習機會。 竟然還是這樣的剝削學生。 為什麼這樣。 次長。 還是書章回答。 謝謝委員的一個吹詢這個問題。 事實上。 我們辦理這個大專學生到公務院見習。 最主要是在上課的時間。 你們的意思。 簡單講就是怎樣。 還是學習的一部分。 不是工作。 可是我剛剛給你看。 每一個見習生工作。 他付出的勞力。 他付出的專業。 都等同於一般正職的人員。 署長我給您看一個。 我期待您解釋下一頁。 見習變這個見習。 你們政策是翻轉過的。 事實上在一開始推動這個案子。 96年到102年。 你們教育部是提供見習津貼的。 可是103年開始我不曉得你們哪根筋不對了。 居然從尊重孩子的學習權跟勞動權。 一翻轉到完全來剝削。 完全不提供見習津貼。 我不曉得這樣一個政策的翻轉是為什麼。 如果政策的調整是更為來捍衛孩子的勞動權。 我支持。 可是你們是相反的。 您解釋為什麼這樣。 好。 因為當初第一個部分就是實務的問題。 就是當初這個見習生是一個。 這個實習的一個。 有部分是有學分的。 所以它是一個見習的。 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 一方面也是配合主改之後。 我覺得您講不清楚啊。 我很清楚的要求。 我很清楚的要求。 過去的政策曾經給予見習津貼。 看最後一頁。 你們重新回去檢討。 雖然你們即將卸任。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到底講清楚。 過去曾經有。 如果往更進步的方向調整。 我支持。 可是你們是逗退路。 而且我要說。 預算不多。 每一個孩子。 你們到現在這樣算起來。 假設以你105年度提供591個孩子的見習機會。 每個人平均100小時到200小時。 我以150小時來算。 你以120元的這個時薪來算。 你的預算不會超過1200萬。 委員謝謝。 這完全是彰顯教育部門。 帶頭給所有的私部門來看。 說。 我們支持。 捍衛孩子的勞動權益。 這有很困難嗎。 委員謝謝你的追尋。 我想做一個小說明。 然後其他的意見我們都會帶回去。 第一個我們整個大學或者高中職學生實習跟見習的觀念。 隨著時代在改變。 早期。 你們永遠選擇對你們資方有利的解釋。 我現在是解釋當時他們為什麼轉變。 因為剛好曉得。 最主要是在102年以前的實習呢。 當時的學生呢。 因為當時沒有設定實習課。 所以他們來實習是來做。 後來在那之後整個學校課程呢。 是有實習學分的。 今天時間有限。 我不好意思佔用。 你們沒有說明清楚的書面來回覆。 或是來跟本席報告。 但是我要說。 本職是沒有改變的。 這些孩子在做見習跟實習。 他本職。 他付出的勞力。 他付出的專業性。 都沒有改變。 即便是你們是不是算學分的這個思考。 可是這孩子。 確實的雇傭關係是存在的。 他的經濟的從屬性是存在的。 這個勞基法都規範了。 你們不應該帶頭給民間企業做負面的示範。 我們想想國外怎麼來對待青年的勞力。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委員。 謝謝繼續。 謝謝。